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一个结构 used to do这种形式 大家看used to do used这个词本身就是use 后面变成了过去时 所以这个结构呢 本身它表达的就是过去做某事 而它确切的意思是 过去常常做某事 就过去经常做一件事情 而且呢给人的感觉是暗含 现在已经不那样做了 如果你过去是这样做 现在也是这样做 那我们就不能用这种结构 对于used to do这个结构 它到底怎么用 它内含的意思 我们先从一首歌曲当中的片段 来体会一下 接下来呢是小甜甜 她的一首歌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来看看 好,大家看看这个歌词的片段 I used to think I had the answers to everything 我曾经以为我对一切都有答案 I used to think 是我以前这么以为 我现在已经不这么以为了 对不对 而且呢我们看后面还有 but now I know life doesn't always go my way 但是现在我知道 生活并不是总按照我的方式去转转 所以说呢 是我以前这么认为 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对不对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体会到 used to do 它表达的意思就是 过去是这样做 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 我们才会用到这种结构 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说呢 我以前很胖 大家看我现在的样子已经不算胖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才能说这句话 I used to be fat 如果说以前胖 现在依然胖 那我们就不能用这种结构 好再看这个呢 I used to be a tomboy tomboy这是一个词 它的意思是假小子 因为你看boy就是一个男孩 对不对 Tom呢如果替大血 那就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tomboy就是假小子 I used to be a tomboy 我曾经是个假小子 大家看我现在已经不像一个假小子的样子了 是不是 但是以前呢是假小子 所以说留短饭呀 然后穿男孩的衣服呀 以前是假小子 现在已经不是假小子了 我就可以说 I used to be a tomboy 那我们再来看个例子 我以前一天吃四顿饭 我现在已经不这么吃了 那怎么说呢 I used to eat four meals a day I used to eat four meals a day 我以前一天吃四顿饭 所以说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use to do这个结构 它表达的就是过去这样 现在不这样了 我们才会用到use to to to由于是一个动词不定式的样子 所以后面的动词必须是圆形 use to to后面一定会用动词圆形的形式 那么这是use to do这个结构 稍微要提醒一下的是 就是对于这个结构 我们它的否定句 一文句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一般动词 否定句一文句 由于这是一般过去事态 我们就借助于did 加了did 那么used就要还原 那么这个used to还有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 它的否定句一文句 你可以把used当住动词 也就是说 否定句可以在used后面加not 一文句可以把used提到主语之前 由于两种办法都对 而我们更习惯的是 把它当成一般动词 也就是借助于did 那么跟通常的动词就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就不再写出来了 你知道这个结构 它的否定句一文句 有两种形式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来看 used to do这个结构 它表示的是过去常做 一定要跟接下来的两个区分开 be used to do 它表达的意思是 被用来做某事 be used to 后面再加上一个动词原型 事实上大家看 这种形式 也就是use这个词 它的被动语态 被用来做某事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be used to something 或者是to doing 这个我们要来好好看看 首先呢 这个be 后面我写着 也有get 也有become 因为呢 你可以用be 但是以后我们也经常会见到 get跟become的形式 get become 表达的意思 给人的感觉是 变得怎么样 以前不这样 然后变成这样了 这叫get 或者是become 再之后呢 to后面 要么是something 也就是说 要么是一个名词 要么你用动词的 RNG形式 这叫动名词的形式 也就是说 你要去分开第二个 是be used to 后面是动词原型 这是备用来做某事 而这个是be used to 要么是名词 要么是动名词 说明这个to呢 是借词 借词后面才会有名词 或者是动名词的形式 这个结构表达的含义是 习惯于做某事 习惯于做某事 如果你是get 或者是become呢 那就是变得习惯于 原来不习惯 然后后来习惯了 这叫get used to 或者是become used to 当然get 见的要稍微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词更简单 这就是这三个结构 我们看 used to 后面加动词原型 前面没有be的时候 表示过去常做某事 一旦前面加上了一个be 就表示 被用来做某事 而be used to 一旦后面 不是动词的原型 而是一个名词 或者动名词了 它表达的含义是 习惯于做某事 这三个结构 见的都非常非常的多 接下来 我们不妨举例子来看看 我们看这句话 the machine was used in the cave near the seashore where it is said pirates used to hide gold 这是到后面 新年年二册 五十五刻当中的句子 这台机器 被用在一个山洞里 near the seashore 海岸附近的山洞里 什么样的山洞呢 where it is said pirates used to hide gold 而据说呢 海盗们经常把金子 埋在这个山洞里 这后面 where引导的 这应该是一个定语从具 对不对 他们不要一见的 where引导的 就是地点状语从具了 现在where引导的是 一个定语从具 修饰前面的先行词 cave 还要小心一下 它修饰的是先行词 cave 而不是seashore 因为你想想看 没有海盗 会把金子埋在海岸里 对不对 海盗们 你从电影当中 电视当中看到的 一定是海盗们 会把金子埋在山洞里 所以后面 这个定语从具 修饰前面的cave 由于near the seashore 也是修饰cave的 现在cave的定语呢 有后面的 借次短语 又有定语从具 而借次短语 和定语从具 做定语的时候 它都应该放在 所修饰词之后 通常情况下 借次短语会比较短 定语从具会比较长 通常情况下 所以英文 习惯以短的在前 长的在后 也就是说 我们把借次短语放前 定语从具放后 它们两个都做 定语修饰前面的cave 好 这次顺便呢 我提一下这句话的结构 再来看一下意思 这台机器被用在 海岸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而海盗们呢 过去常常把金子 埋在这样的山洞里 对不对 好 我们看这句话里面的 used to 后面再加了 high的动词原型 表达的意思就是 过去常做 海盗们过去常把金子 埋在山洞里 是不是 这是used to 这个结构 接下来再看这个 这仍然是新更年英语第二册 55克当中的句子 It has been used to detect gold which has been buried in the ground 我只截取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 It还是那台机器 被用来探测金子 我们看是不是 has been used to detect gold 被用来探测金子 这台机器被用来探测金子 然后什么样的金子呢 which has been buried in the ground 探测被埋在地底下的金子 好 现在出现的就是 be used to 加动词原型 表示被用来做某事 这个结构 好 你继续 再看这句话 I am used to the weather in Beijing 我习惯了北京的气候了 对不对 这就要翻译成习惯了 现在习惯了 后面我用的是名词 the weather 我习惯了北京的天气了 那么后面一旦有动词 我们就要用动名词的形式 比如我说 我习惯了早起了 早起叫get up early 那你现在说 我习惯了早起了 怎么说呢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我习惯了早起 那么这就是对于这三个结构的用法 接下来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个 be used to 他用get这样的句子 比如说大家看这句话 这个人我们都认识 Bill Gates 他的一句名言 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it Life is not fair 生活是不公平的 get used to it 你习惯了吧 他让你习惯了吧 也就是说 你现在不习惯 要变得习惯 是不是从不习惯到习惯 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 这就叫get used to 所以我说get used to it 你习惯了吧 咱们口头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你现在呢 每天需要早睡早起 原来都是晚睡晚起的 现在你说我会习惯的 我会习惯的 就怎么说呢 I will get used to it I will get used to it 我会习惯的 好了 这是这几个结构 我们做一个对比 一定要分清每个结构 它具体的用法 比如use to to 后面加的是动词原型 be used to to 前面有一个be 后面也是动词原型 be used to doing 前面有一个be 后面是用doing 当然或者有名词的形式 那表示习惯于做某事 三个结构都用的 非常非常的多 而在生活当中 应用的时候 又容易出错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 要小心 那么我们回到use to 这个结构上来 刚才我们说use to to 它表示的是 过去常做某事 而我们常见的 还有另外一种结构 表示过去常做某事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例句 大家看这句话 也是新页英语第二册 五十五刻的原话 Pirates would often bury gold in the cave and then fail to collect it 海盗们呢 常常把金子埋在山洞里 然后却没能够取走 大家看这个结构 would often bury 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它是常常 海盗们常常把金子 埋在山洞里 是现在常常 还是过去常常呢 过去常常 因为我们靠would这个词 就已经可以体现出来了 所以说呢 would often加动词原型 它也表示的是 过去常做某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是新页英语第三册 第二十二课当中的句子 In the last act a jailer would always come onto the stage with the letter which he would hand to the prisoner 在最后一幕 一个jailer jailer就是狱卒 一个狱卒总是会走上舞台 with the letter 拿着一封信走上舞台 然后他把这封信会递给囚犯 当然后面 which引导的这个句子 你以后如果学习新年念英语第三册的话 老师就会重点讲 which后面引导的这个句子 看上去是一个定义重句 其实它相当于and引导的 另外一句话 and he would hand the letter to the prisoner 然后他会把这封信递给囚犯 好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我们今天重点看的是 would always come onto the stage 是不是一个狱卒总是会走上舞台 总是会 那是过去总是会 因为他用的是would 所以英文当中 would加动词原型也可以表示过去常做某事 而且不一定用always或者是often这样的词出现 would加动词原型本身就已经可以表示过去常做某件事了 那么我们把它跟used to做一个区分 好 接下来就是used to do跟would do用法上的一些区分 刚才我说了word加动词原型就已经可以表达这个含义了 好 首先我们来看 讲故事第一次出现时 我们要用used to do这个结构 也就是说呢 以后我们自己再写文章啊 然后在这个比如说给别人讲故事口述的时候 你在第一次出现过去常做某件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used to do这种形式 就是虽然两个都可以 但是在文章当中第一次出现 习惯上我们用used to do这条好理解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 would加动词原型这个结构呢 常常和often always这样的词联用 它可以和这样的词联用 也常常和这样的词联用 但你不联用也可以 本身would加动词原型就已经可以表达这个意思了 只表示过去习惯性的动作 而不能表示过去的状态 就是它只能表示过去常做的一个件事 而不能表示过去经常的一种状态 而used to do这两个结构都可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说它以前是名出租车司机 以前是这就是表达的一种状态 那表达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used to do不能用would would只表示过去常做的动作 而不能表示过去经常存在的状态 used to do是两个都行 所以你以后表示过去常做的事两个都可以 但一旦表示过去经常存在的一种状态 我们就是要用used to do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要怎么说呢 he used to be a taxi driver he used to be a taxi driver 他过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是word加动词原型和used to do 它两个用法的第二点区分 那么也就说我们看第一条是讲故事的开头 要用used to do 第二条其实也就告诉你 如果表示过去经常存在的状态 我们要用used to do 再往后看 word加动词原型它的主语只能是人 而used to do主语是人是物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word加动词原型 它的原型是will 对不对 word的原型是will 它是一个过去史嘛 will不管怎么说 它有愿意的意思 而物并不会愿意 而人才会愿意 对不对 所以说呢 word加动词原型 它的主语只能是人 如果主语是物的话 你也得用used to 举个例子 比如我说 后院里过去有棵树 你要怎么说呢 有 第二条例句型 有一棵树 现在的主语是 a tree 那么这个时候 一棵树 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 我们就需要用到used to 这个结构了 这句话怎么说呢 there used to be a tree in the backyard yeah there used to be a tree in the backyard 后院里过去有棵树 好 这就是used to 跟word加动词原型 它们两者 在用法上的区分 那么 现在关于used to 这个结构 我们讲了used to 最基本的用法 讲了它跟容易混淆的几个结构的区分 be used to to do 以及be used to to do 我们讲了used to 跟word加动词原型 这两个结构的区分 所以以后大家在应用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我们所讲的这些点 然后再把它们用到你的生活 你的写作当中去 好了 关于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